各位同学好 各位podcast的听众好 我是凌文老师 不管你用看的还是听的 语言的学习 每一周的大事 透过经济学院杂志 上次天文下次地理 都是充实 本周的封面故事介绍 realtime economics 什么叫realtime 什么叫instant 反正就是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 都可以变成数据 数据之后就进行分析 代表从简单了解 个人大到了解 整个世界的趋势动态 凌文老师讲解 经济学院杂志 已经超过的9年时间了 如果你有看的 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 我已经讲解了 2270多篇文章了 但你都看不到 因为我全部都说起来 换你成为定户来找我 说过全台湾只有我讲解 英文很重要 我再说一遍 全台湾只有我讲解 那简单来说 我们在经济学院杂在学什么 你看我现在五分钟时间 为你诚信的内容就明白了 当然我真正的讲解 讲解的是更详细 你要听我讲解内容才知道 接着在荧幕上 你也可以看到 当然你用听的没关系 我用讲的告诉你 BBC我也讲解的 即将借满四年的时间 所以又讲解了900多篇 我真是有意味 New York Time 也讲了一年的时间 一周就看一次课 BBC一个礼拜 20篇文章 累积下来自然就这900多篇 那今天学院杂志2000多 那是9年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功力真是超强的 数位的功力速度之快 不过我们说学英文做的就是听说读写 你先把我今天要讲的这两段听一下吧 不过你要特别注意 第一遍的时候 我可能文章到第一段的一半 我就不往下滑动 你要训练听力 反正就训练听力嘛 用耳朵比你眼睛多十倍的单子量 很多同学九成九都不知道 用耳朵是眼睛背的是N倍的 你从头到大三岁前都在听 大爸爸妈妈大人说话 三岁后开口才能够说话 有主持有动识有受词 可见这三年多么的重要 各位同学 你多少是用听的来学习 来听听看吧 加油掌声为你鼓励 The pandemic has hastened a shift towards novel data and fast analysis Does anyone really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pandemic has made plenty of observers look clueless Few predicted $80 oil, let alone fleets of container ships waiting outside Californian and Chinese ports As COVID-19 let rip in 2020, forecasters overestimated how high unemployment would b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oday prices are rising faster than expected and nobody is sure if inflation and wages will spiral upward For all their equations and theories, economists are often fumbling in the dark with too little information to pick the policies that would maximize jobs and growth Yet, as we report this week, the age of bewilderment is starting to give way to greater enlightenment The world is on the brink of a real-time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as the quality and timeliness of information are transformed Big firms from Amazon to Netflix already use instant data to monitor grocery deliveries and how many people are glued to, squid game The pandemic has led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to experiment, from monitoring restaurant bookings to tracking card payments The results are still rudimentary, but as digital devices, sensors and fast payments become ubiquitous The ability to observe the economy accurately and speedily will improve That holds open the promise of better public sector decision-making, as well as the temptation for governments to meddle 如果看不懂听不懂超过一半 经济学院杂志不是你的菜你看不懂 那这个至少要懂个六成七成吧 才能够听我讲解 林文老师讲解的文章超多的 新闻方面就经济学院杂志BBC New York Times 四本五本小说 还有各种的英文杂志 服务live以及空中英语教室 要说还加上了oplus 总之我们来看一下即时经济学 什么东西叫instant 你听过方便面泡面吗 就知道instant 当然了一个即时的革命已经开始引爆了 革命听到不是一个好事吧 在荧幕上如果你听我讲解一个叫revolve 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基本 revolve名词revolution 还有另外的好朋友单字 就是类似同一字啦 叫revolve revolve这个字都是同一个单字 我讲那些东西干嘛 因为revolve这个叫旋转 名词叫公转跟革命 那现在世界多当就创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因为4G 5G的年代的开始 所以一种即时的讯息记录 完全颠覆我们的整体经济学 我以前大学学它叫总体 现在它叫宏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 听不懂没关系 我们就慢慢的说明 但不管怎么讲covid-19 covid-21 这个疫情不断的让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把很多的数据跟分析是一个最大的时代 这叫资讯科技 但我们可以看到能源重要 传能产业还是非常的重要 接着如果你说看的 那么很简单 你就请你脸心看文章 如果听的我会把关键是跟你说明 现在我们的聊应该说你是用听故事来听我讲解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情况下吗 基本上我们的科学家 统计学家 趋势专家 分析师 大家都是毫无头绪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段它出现一个关键字 就是毫无头绪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个简单的发音 各位听听看 有点遥远的发音 但是各位仿佛可以听得到 待会把声音变大 再来一次 虽然 虽然 仿佛有听到 但是有点遥远 但没关系 知道你能够听得明白 大家没有头绪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YouTube的很多频道上面 不管是讲解中国大陆的全世界讯息的 很多人都是没有头绪 到底我们的智障 不能讲智障 那叫通货性膨胀 到底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们知道现在万物市的账价没错 谁会想到油价掉80元美元一桶啊 更别说了货船货柜船现在卡在中国跟加州之间的港口大塞车 对不对 再加上covid-19从2020年从去年爆发到今年 今年一直到明年 分析师都不知道 他甚至会预测他们过度的高都 高估说现在我们是高失业率 不管怎么讲是高估还是低估 代表他们手间根本没有精确的数据 无法去计算 说到估计各位背过吗 Estimate 那你知道他动词名字是谁吗 那你知道高估是overestimate 那低估呢 我刚刚说过在我的字典里面 我收入了将近有三千四千多个单词 我就不打了 只让各位知道我的单词量很大 但我可以再举个例子 因为文章里面讲到一个期待叫expect 你可以看到我该整理的字通通都整理好了 如果你用听的那没关系 请你听我继续讲故事 所以今天的油价上升的速度比我们预起来的快多的 快到不行 这个是我们可以听到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我们来听听看吧 也是可以虽然是Google发音 但是也比没有好 所以有几个关键字 你用听的那样的效果比较好 听听看咯 这边就讲得非常清楚 你也看得懂吧 对不对 你看我们有Google帮忙 随时帮我们朗读 我们学习的效果比较快 但是不管怎么讲 没有人能够确定 我们通货朋友刚刚跟薪资 是不是继续会往上飙升的 在这边的话 来各位听听看吧 那也让你去学习 Inflation and wages will spiral upward Spiral什么意思啊 Spiral是螺旋状啊 螺旋状他后面告诉你一个叫 Upward就知道不断的往上飙升 而且当然我们知道 Wages不是月薪哦 月薪是S开头的单词 这是我会上课跟你说明的 年薪又是另外一个单词 这原来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来经济学家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公式 不管什么的理论 基本上就是摸黑 因为你手边的数据根本就不明确 到底都不知道 要什么样的工具 什么样的刺激方案推荐政府 能够扩大扩大就业机会 然后提供增长的政策 这一段听听看 这边有一个小片 就代表手边的资讯实在太少了 更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政策 推荐政府能够扩大我们的工作 让经济增长 那里面还讲了摸黑呢 不想你们听到摸黑 这是你用英文的关键功力 是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再来看一段就把它做结束了 这一段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就像他们这一期在今天学院杂志告诉我们的 现在是一个困惑的时代开始了 不过他说有个字出现叫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这个字超酷的 如果你是YouTube的观众 那请你仔细看在荧幕上 我出现这个大家族 大家族山不见了 为什么呢 我只让你知道 来你可以看听听看 如果你看的是YouTube 右边有中文翻译 讲最简单的现在 资讯的处理 资讯的取得完全不一样 一切都是及时 因为我们的网络速度加各种的周边 终端装置的速度实在不得了的快 Enlightenment到底什么意思 反正总是你懂的事情 这个单子我说过 听林文老师讲歌才能看得更明白 举例来说他说的很有趣 他讲到Netflix 各位知道吗 听说台湾有全世界有上亿的人口 看游戏游戏我打死不堪 我看了前面10分钟跟后面的20分钟 第一集的跟最继的中间我不看 厮杀太剧烈 你去就业制造天天都在厮杀呢 来听听看这一段 努力你是YouTube 记得看右边中文 Big firms from Amazon to Netflix Already use instant data to monitor grocery deliveries And how many people are glued to Squid Game 什么意思就代表 大家就今天的鱿鱼游戏 鱿鱼啊游死人啊 那总之Amazon它有各种的数据 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宅配啦 我们的运送啦 各种的详细内容 那总之我说过 为什么看了经济学杂 都可以上支电文下支理 当你看了世界的变动清楚 你做的任何的决定或小或大都配合了经济的动态 所以我继续自己能够维持就业 而且维持乐趣往前迈进 把握时间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各位同学大大加油吧 如果你要找我订阅经济学杂志 我每个月的收费平均200 注意平均200 我不收一个月 我一收就是一年的时间 不要问为什么 你订杂志没有人订一个月的 答案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订阅经济学杂志 一次就是一年两年三年这样的订阅 这是一定的 你要学习一个月的去买市面上的其他课程吧 讲解杂志新闻的就只有我 我们下一期再会 或者QM掃描我 问我 如果我问了你不回答 对不起 那我当作你是诈骗 封锁咯 拜拜 尊敬 economics a real-time revolution will upend the practice of macroeconomics the pandemic has hastened a shift towards novel data and fast analysis does anyone really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pandemic has made plenty of observers look clueless few predicted $80 oil let alone fleets of container ships waiting outside californian and chinese ports as covid19 let rip in 2020 forecasters overestimated how high unemployment would b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oday prices are rising faster than expected and nobody is sure if inflation and wages will spiral upward for all their equations and theories economists are often fumbling in the dark with too little information to pick the policies that would maximize jobs and growth yet as we report this week the age of bewilderment is starting to give way to greater enlightenment the world is on the brink of a real-time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as the quality and timeliness of information are transformed big firms from amazon to netflix already use instant data to monitor grocery deliveries and how many people are glued to squid game the pandemic has led governments and central banks to experiment from monitoring restaurant bookings to tracking card payments the results are still rudimentary but as digital devices sensors and fast payments become ubiquitous the ability to observe the economy accurately and speedily will improve that holds open the promise of better public sector decision making as well as the temptation for governments to meddle do a lot of people as mok of wla. But for investors they don't prefer gaily cross yeah violence by all but yes they don't love so you see that there are probably many moments over $2, precipitation also you see our interest of 1000 nobody that can create the values of the magic of gold